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黄日辉 欢迎锁定我们的联播频道关心全台湾的大小事 环境部与国科会首次联合公开发布 2024国家气候变迁科学报告 为台湾气候变迁法上路之后 第一份的气候变迁科学报告 期盼未来能协助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 因应气候变迁调试各项行动时 作为科学性的依循基础 全球暖化症持续恶化 国家在气候变迁调试治理的工作 就必须要有相对严谨的科学基础来支撑 8日由环境部与国科会共同举办 2024国家气候变迁科学报告说明会 环境部次长施文真说明 这是环境部成立后第一次与国科会共同办理科学报告 这份气候变迁科学报告最重要的应用 便是协助各单位部会 若有延领气候变迁 全球减碳 任性永续的经营策略时 可以提供最好的参考 科学报告刚刚陈署长有提到 最重要的应用其实是在协助各部会 还有各地方政府 能够作为营迁气候变迁所做的 调试行动的时候 有一个科学性的依循基础 我们的科学知识 它除了是一个complex system之外 它必须要跨预域 它也必须要动态的去理解 所以这个科研生态圈 它不是一个死的 它事实上是一个活的 跟民间的沟通也非常重要 这份报告由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许晃雄 以及中央大学水文与海洋研究所 教授李明旭担任主编 结合68位各领域专家学者 花费一年半共同完成 许晃雄也到现场与国人分享心得 报告中提到 如果全球短话无法有效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 台湾夏天可能长达7个月 高温超过摄氏36度的天数 将增加75天 且未来春季 延续不降雨 日数越来越多 缺水时的差距增加 干旱事件的强度及频率会提高 极端暴雨将会成为新常态 21世纪末的话 我们高于36度C的天数 可能会比现在增加75天 那在夏季的天数 也会越来越长 最糟糕的情境会达到 7个月左右 那最好最好 也会达到5个月左右 在两度C的情境下 本次说明会聚集国家 调试行动相关部会 各县市政府 共150人到场参与 国科会强调 气候变迁科学研究正快速发展中 共同关心气候变迁 才能落实永续地球的目标 记者学丰台北采访报道